租屋在外除了每一个月的房租很担心蛮贵的之外 让很多的租客很心痛的就是电费 因为不少的房东电费一度都收四到五元 甚至还有房东收到了六块钱 但其实政府有明确的规范 如果遇到了多收电费的房东可以勇敢兼具 最高可以开罚房东三十万 夏季的话大概十块多 非夏季大概三块半左右 住家的话大概六百多块而已 夏天就比较贵 夏天因为有冷气嘛 我们自己蛮节制 两月大概一千多块吧电费 分租套雅房中不少租客会像我一样 用拍照的方式将电表回传给房东 但如果明明用电量不多 账单却多得吓人 究竟房东收多合不合理 一名租客在社群平台表示 房东说以台电计价来收取电费 当他收到电费分坛表时 却发现房东一度电收他六点三元 导致他九到十月只用了343度电 电费却高达两千一百六十一元 认为房东有多收嫌疑 六点三块那件事情是因为说 这个房东他不管是下月跟非下月 他都是六点三块 那其当然就是不合标准了 那如果说他在下月的 因为我们在非下月的部分 最高的金额是不能超过五点零三 夏季每度最高不能超收六点四一元 非夏季则是不能超过五点零三元 如果超收就有触法行为 因此其实很多房东跟房客 会采用较折中便利的方法 也就是每度电收五块 就不用担心超收或是触法等行为 政府要有一个比较明定的一些 相关的规定 或者是说可能因为 房东这边也有不同的租客吧 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分这个电费的部分 如果是我会换别的地方租吧 可是如果其实整个租屋市场 都是这样的话 那其实应该是整个机制要是检查 专家也建议如果遇到房东 有超收行为 民众可以到消保会检举申诉 最高可罚违规房东三十万元 毕竟租屋在外 每笔费用都要精打细算 才不会让自己辛苦工作 赚来的荷包受到伤害 董森财经新闻 黄部长傅宜文台北报道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